看看新闻网 自从去年三月被人砍成重伤以来 第一次和李小冉一起高调亮相 来看一下 之前大方与媒体分享怀孕喜讯 李小冉自然是春风满面 虽然有孕在身 但李小冉的身材依旧高挑纤细 并且脚踩超过五寸的高跟鞋 不过第一胸蓬蓬群 似乎是有意遮掩肚子的情况 身边的烟颇一直与她十肢紧扣 甜蜜并行 这次是烟颇自首长之后 首次公开出席红毯 也是两人恋情曝光之后 首次共同亮相 护花使者烟颇一直对身旁的李小冉 细心呵护照顾有佳 这对曾共患难的低调情侣 看上去非常甜蜜 除了这对鸳鸯眷侣徐征 前海陆梁静张之亮刘化等电影人 也纷纷亮相当天的红毯 由于first青年电影展的参赛 新人们缺乏知名度 因此这些来称场面的明星 就格外引人注目 特别是专业评审徐征 压轴颁发最佳剧情片 及最佳导演颁奖 一出场就开始搞笑 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电影节 工作人员跟我说 你们可以不用感谢领导 所以要特别感谢新人的领导 谢谢 娱乐星期内地 余丹 许正依然是谐星报道 好 好 好